朋友好 我们继续啊 这个联想的事儿 司马南 明德 张杰和柳传志 联想的这番斗争 已经持续了两多月了 那么尽管网上大门敞开 不拦不阻 任期发酵 但是呢 至今也没看到这场争论 这场斗争的结果 所以也引来了很多朋友的关切 就这个东西到底最后能不能有一结论 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结论 上面能不能表态 上面会表姻什么样的态 联想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能不能追责 问责 那么柳传志 包括杨元庆这些联想的高管们 他们的高薪问题最后 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处理的结果 像柳传志 这个几十年如一日 在联想转制的过程中化工为私 这个犯罪的历史 能不能得到些许的清算 等等啊 这都是大家关心的和发问的问题 那么呢 看到了一个署名 这个名字起的JYK-123 他这个有一篇文 在《遥望黎明》的公众号里发出来了 标题就叫 《司马与柳阳之争》 会无果而终吗 他这篇文字呢 挺长 挺长 但是呢 他描述了一下 这个 这场斗争的 这个来龙去脉 但是就说什么呢 这场 争论也好 你叫斗争也好 在绝大多数人的看来 包括这位作者看来 是不应该无果而终的 为什么呢 因为 他不仅仅 他不仅仅 是联想 一个公司的事 也不仅仅是一个联想发展过程中 改制过程中 像关 这个这个这个 涉及到的 比如中国科学院了 或者什么 其他的一些个 不仅仅是这样的一个 局部的问题 联想 三十多年发展 这个历史 事实上呢 是改革开放的 历史的一个缩影 这是我的观点 这是我前几天 我说的这个观点 所以 对于联想 国有资产流失 发展过程中的 这些问题 包括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 包括 化工为私的问题 包括 等等这些的东西 他事关对于三十年四十年 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 这样的检讨 和反思 和反思 他将在相当大的程度上 曾经争论的 两个多月这个过程中 引领了很带动了 很大的层面的这个民意 那么对于这件事情 最后的一个结果 如果是无极而终的话 无果而终的话 那么势必也会在民意之中 得到 巨大的这个反馈 剧烈的反应 为什么这么说呢 那原演作者的话说 其实司马和柳阳之争 绝非个人利益之争 也不仅仅限于柳阳和联想自身 存在诸多问题的鞭挞 而是整个社会焦虑情绪的释放问题 为什么这么说呢 说一方面是经济增速下行 带来的蛋糕增速变缓与内卷 一方面是高 房价导致的巨大的经济压力 与躺平 加上中国数千年的小农经济文化 使得不换寡而换不均的思想 影响深远 社会上的不满情绪 默默积蓄 并在联想之争 恒大爆雷等各种事件中得到宣泄 引发了全民对国有资产流失 和贫富分化的担忧 引发了报复资本 对原罪追究和杀父寄贫的恐惧 这是作者的观点 他说如果说改革开放之初 国家对体制转换 国企改革 打开国门 引进资本 现在企业治理等重大问题非常陌生 又没有现成的理论和经验可以借鉴 那么那个时候只好搁置争议 然后跟着小平摸石头过河 在不断试错 纠偏和调整的过程中 逐步的从门脉汉 走进这个游戏圈子 然后学习各种规则 然后甚至交点学费 哪怕多交点学费 甚至被人的妈给坑蒙拐骗了 是不是 这个也情有可原 改革开放之初的说 他说但是40年后的今天 改革已经进入了深水区和攻坚期 对于方向和道路的选择 重大风险防范 漏洞的堵塞 守正创新开心局等认识和理论问题 全党应当高度的统一 如果再继续奉行 隔着争议和摸着石头过河的老套路 缺乏顶层设计和执行配套 恐怕再也说不过去 而且内外部各种压力 也不容许 这个有关方位再回避 再试错 再交学费了 如果猫不捉老鼠 反而与老鼠同流合污 坚守自盗 帮空粮仓 然后见面非一半怎么办呢 先富的人 富的途径是什么 诚实劳动 合法经营 创新 创效 还是化工为私 抢取豪夺 先富的不带后富怎么办呢 这些问题都要面对的 都要面对的 那么就所有这些东西 要总结起来 作者给总结了十大问题 十大方面的重大的问题和关系 十大关系 或者说十大问题 他说必须要理清的 不理清 肯定是要 有后患的 十大方面的关系或者问题 第一大关系是什么呢 公有和私有的关系 其实也就是走什么路的问题 这个昨天晚上 礼拜天晚上 我和我斯坦例行通话 例行聊天 昨天晚上我们还在说这件事情 包括十八大友 你看反腐啊 得民心 八千规定什么都 所有这些东西 执行的很多东西 都拙有成效 又深得民心 但为什么大家都觉得 这个气还是喘不过来 就为什么大家都觉得 好像动作频频 尺度都不小 动作都很大 效果呢 也看得见摸得着 但为什么 除恶不尽 为什么这些问题 你按住这边 那边鼓起来 按住那边 这边鼓起来 为什么 这个 所有发生的新的问题 不过都是旧问题的翻版 我们共同的结论是什么 就是没解决这个土壤的问题 你不换这个土 它照样要长那个苗 说白了就是什么 就是政治路线的问题 就是你到底是走社会主义道路 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这是根本的东西 你是要搞公有制 还是要在这个基础上 今天这个基础上 把最后那点公有制都给它挤占了 彻底的全盘的私有化 全国的医院 百分之六十四都私营医院了 民营医院了 是不是还要把剩下的百分之三十六 最后也给它分光 不是有那种说法吗 说这个去年之前 没有那种说法 说国家最后一点东西要拿 这是可能报复的最后一次机会 以后就没有了 所以他说的第一个问题 其实说到就是最根本的问题 就是公有和私有的关系 就是走什么路的问题 他说必须明确哪些领域实行国家垄断 以公有制或者国有经济为主体 哪些领域可以允许外资 民营经济有条件的进入 规则必须制定好 负面清单必须坚决执行 为其如此 才能保住基本盘 稳定江山 现在问题不就出在这吗 这根本的路线上 你说这个哪些领域可以允许外资民营企业 有条件进入 规则必须制定好 比如说今天的新闻 浙江省境内一段高铁民营 这么重大的事 铁路 要搞民营 部分要搞私有化 那是不是要 这是不是要开一个头啊 这个头开完之后 以后是不是就是要作为试点呢 什么的 然后就要大面积推开呀 我今早还看到了这条新闻 后面有一条就是中国 说西方社还是民营不知道 说驻英国的一个记者 中国的记者 驻英国的一个中国的记者 看到这个新闻以后 立马写了一段文字 就以英国 铁路私有化之后 带来的那么惨痛的这个教训 设备呀 机车更新慢 能对付就对付 最后出现多少重大的安全隐患 甚至是重大的安全事故 最后了英国人 老牌的资本主义帝国 都已经认识到了 这种东西 他妈的不能私有化 英国现在已经都开始收了 要逐步的把这个铁路 收归国有了 还得 他妈的 这这这这这 让国家来管他 撒切尔夫人当年给李登 搞的自由资本主义的 八十年代 说那些东西 很多东西 包括铁路私有化 这个东西 相关的这些 很多国家 都在 纠偏 都在 纠正 我们为什么 还要开这么一个头 高铁 一部分 一段里程的高铁 要搞私有化 就那个铁路运营成本 就在那么高 他又 有几毛钱可赚 那为什么资本家 要把钱投到那一段高铁上 杭州 绍兴 台州 为什么呢 甚至好像 可以预期 根本就赚不着钱 那他为什么要这么搞呢 那一定是建立在一个 基本的判断上 或者是承诺上 就是 这一段 我运行一段时间之后 总结出经验之后 最后就开始 得出结论 好 这是好事 是不是就要开始 在全国范围内 就开始推广 啊 细思机构 当年温州 动车事故 那是 刚刚 中国高铁刚刚开始的时候 可能技术 管理不很成熟 出现了那样的悲剧 后来加强了管理了 你看到现在为止 中国高铁管理的非常好 你看着跑得真快 但是他真出事 可真就是 大事 这种东西 来不得一点一点 含糊 不知道哪个资本家 能够对民众 安全啊 这个这个重视 超过了自己 对利润的追求 能够像共产党一样 啊 如此的 以这种工心 哈哈 然后来对待 自己接手的 自己运营的 这一段 高铁 不知道 所以你想到这个像子弹头 像子弹射出去一样的这样 三百五十公里的这样的 实速的高铁 如果要是在管理上 因为 一味的追求利润 而在管理上出现 哪怕一丝一毫的 毗露 那弄不好都是车毁人亡 吓人 不知道今天中国的政府 有些管理者 为什么就逆 时代潮流而行 你要特立独行啊 啊 你真要引领世界潮流啊 你真要给 全世界的这个铁路运营方案 运行铁路管理 提供中国方案呢 啊 那你就把几十年国有 中国铁路发展的这个经验 拿出了分享不就行了吗 干嘛 他妈跟人后来一步一去 人家都要废了的东西 你如何是把拿过来 搞这么一段实验呢 居心何在呀 差一段啊 那么他说的第一大关系 公司的关系 走什么路的问题 第二 对国有企业改革 重新认识和定义的问题 国有企业到底该怎么改 凸显中国特色 还是全盘西化 哪些该改 哪些维持现状 怎么改 改到什么程度 标准和依据是什么 改革成败 最后如何判定 谁来判定 这些都要 有章可循 这是第二 第三 市场经济条件下 政府职能和定位的问题 政府究竟是管家 还是店小二 替谁管家 是替人民管这个家 还是替资本来管这个家 哪些该管 哪些又不该管 该管的不管 和不该管的胡管怎么办 管的好与坏 如何奖励 如何惩罚 谁来执行 这个奖励 谁来监督 第四 第四大关系 我问题 是原罪的界定与处理的问题 历史一流问题要不要追溯 如果追溯的话 如何追究 如何正确的处理好 问题的负责人 追责和企业可持续健康发展的 这个问题 企业还要可持续的发展 能救的企业还要让它活下去 发展壮大 但是一旦牵扯到了具体的责任人 你要追求责任人的原罪 追求他的问题的时候 怎么样 保证企业的健康持续发展 处理好这方面的关系 第五就是对资本属性的重新认识 和规范管理的问题 也就是如何给资本 要套上这个配头 配头 就是骑马 马不带嚼子吗 还得用缰绳来管它 配头 保证它按正确的方向和规定的目标 稳健的向前走 如何疏通河道加固堤坝 让资本的洪流灌溉好万 抹的这个这个装件 这是第五 第六 第六个问题和关系 是如何正确的妥善 处理好资本和劳动 及其他要素参与分配的问题 也就是如何兼顾好公平和效率的问题 处理好公平和效率的关系 第七 也就是共同富裕 是共同富裕的主体和同盟军的问题 是依靠全体劳动人民科研人员 守法经营者 还是依赖垄断资本和买办资本的问题 那么第八 是改革开放的道路问题 也就是坚持自主创新 还是继续奉行包租买的路线 是选择贸公计 还是继公贸路线的问题 是实体经济为主 还是以虚拟经济或者高杠杆为主的问题 第九 是混合制企业内部公平合理的问题 主要是解决妙穷 方丈富 以及高薪尖端科技人才公平待遇 和有效激励的问题 第十 是混合制企业中党的领导问题 也就是非国有企业 国有资本独资或者是控股企业中 要不要党的组织和党的领导的问题 新三会与老三会如何协调运转 各司其职相互监督制约 以及三众一大事项 如何有效的决策和落实的问题 这十大关系 十大问题 但是归根接地我认为就是第一个问题 就是走什么道路的问题 是走社会主义道路 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 是搞公有制还是搞私有制的问题 那么作为总结 他说什么呢 他说司马和柳阳之争 表面上 好像不涉及政治问题 也不涉及意识形态的问题 只是企业战略管理和公司治理的问题 其实不是的 实质上是一种 是一场正与邪是与非 真与假的斗争 是一场为少数人还是为多数人 是马克思主义还是修正主义 要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的斗争 是一场举什么旗 走什么路的斗争 是一场关乎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的斗争 所以才有如此多的人高度关注 这场斗争的结果 只要不发生向后转 骑不走 向左 打左灯向右转等逆时代潮流的乱象 司马和柳阳之争就不会不了了之 十大问题或关系也就能够迎刃 而解 这个作者还是很乐观 不同阵营的人们都在忧心忡忡的期盼着 焦虑着煎熬着 有关方面也许正在紧锣密鼓的行动着 激烈的斗争着 艰难的抉择着 所有焦虑不安的人们还是静下心的 让子弹再飞一会儿 相信会有答案 有关方面不会让每一颗期待的心等太久 很乐观 这个作者 但是我觉得他提出这十大问题 还是颇有见地 把这个司马和柳阳之争 这个事的实质给盗明白 归根结底 还是那句话 改革开放四十年需不需要反思 需不需要 拨乱反正 中国到底是走社会主义道路 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 归根结底 这是根本的政治路线的问题 这个作者很冷观 他相信 他甚至非常相信 今天执政的中国共产党 一定会借这个事 给全国民一个满意的交代和答案 那您就期待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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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